来迎光临暖西国小乐图我最棒 我们是从香港秀明小学 带着六流级的同学来到台湾交流的 今天很高兴来到暖西国小 我一直来的时候我觉得很有爱 来自香港秀明小学的师生一到达校园 就感受到暖西国小师生浓厚的人情味 这次两校进行阅读之旅的交流 暖西国小派出学生担任导览员 引导秀明小学的师生参观藏书丰富的暖西图书馆 香港秀明小学的同学大家好 这里就是我们暖西国小的图书馆 我们学校正在办理新书特展 这一次学校总共买进了200多本的新书 那么转期为一个月 我们今天就以这个主题来进行交流 今年是我们第三次用阅读的主题到台湾交流 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图书绘本的教学 还有它的创作也很好 也很棒 我们在学校 我们的学校也很注重绘本的教学 从一到六年级 我们都会本家人我们的课程 那他们是六轮级了 已经可以走出香港 我们让他们开展联系 所以我们选了台湾 三年都是来台湾 去让他们感受阅读的文化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介绍我们台湾的特色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以我们的新书展来做一个交流的项目 那我们就区分成比如说第一个AI方面的书 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在当红的话题 那最后我们还会分享一个新书推荐单 因为我们学校这次配合新书特展 有请这个一到六年级的学生都有做新书推荐单的部分 因为刚好暖系国小呢 接任金融师阅读教育资源中心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在玉山黄金图书馆这个地方呢 有非常丰富的馆藏 而且最近呢新书特展 那刚好也可以让呢 香港来的孩子们呢 可以看到国内出版业的一个蓬勃发展 两校以阅读之旅为主题 充分进行交流之外 接着也在暖系棒球队学生的指导下 进行棒球出体验 觉得挺好的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有点紧张 就有可能会打错什么的 就所有就不敢用力这么打 那这次来这个暖系国小参访 有没有心情上觉得怎么样 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这间学校给人感觉挺好的 他们很开朗 就可以好轻松的交朋友 因为我是不太会善于讲话的嘛 很开心 因为这里很多测试都不一样 那暖系目前呢 希望说呈现的是我们的一些特色 譬如说我们的软式乐园 我们的宇球队以及棒球队 那都会让这些孩子呢 有体验的机会 另外安排呢 这些孩子进到高年级的班上 跟着孩子一起学习上一节课 那希望说他们这一次的那个 阅读之旅呢能够丰收 透过各种动静态活动 两校师生进行深度的互动交流 也让来自香港秀民小学的师生 对于暖系国小的校园特色 及基隆浓厚的人情味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